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將溫度提升到夏天正午最高的溫度 也試過增加水量的速度去沖刷豬腳 也試過增加污水的含菌量 豬腳腐化程度比正常速度快 但也不足以造成六年和兩年的差別 那麼大 你們過來看看 容心說的話看來不是不可能 Tim Sir, 有什麼發現? 看看 這裡就是我們發現鞋骨的污水道 上面就是精英工廠大廈 這棟工廠大廈三個月前 才被發展商收購回來重建 而之前裡面還有很多票驗廠 那就是這些票驗廠裡面 含有票驗化物質的污水 就會排到我們發現鞋骨的污水道 但我們之前的模擬實驗 沒有將這個環境因素交進去 所以我們得出來的答案就是不正確 事實上這些票驗廠排出來的污水 是含有很多化後物質的 例如菌色酵素和醉碳酸鈉鹽 這些污水比普通污水的侵蝕能力 是大很多倍的 正常來說 一副屍體如果浸在這些污水裡 再加上水力的沖刷 一至兩個月人的皮肉就會被侵蝕 至於鞋骨的腐蝕速度 也會被正常加快幾倍 那就是說 我們在污水裡發現那具鞋骨 表面上看來好像死了四年 但實質可能只是兩年都未定 所以你們就覺得 那副鞋骨很可能就是容嬸失蹤了兩年 絕對有感覺 甚麼? 我們要盡快去污水道拿些污水回來 再加上票驗廠的污水 裡面應有化學物質進去 再檢查污水道裡面的濕度和溫度 再做一次實驗 把化驗報告盡快交給Madam 好的 我已經說了是我們阿慧 怎麼這麼可憐 都害死了她 還要把她丟掉進去 容嬸, 你先別這麼激動 Madam說那副骨可能是你的女兒 我們暫時還沒肯定 對, 所以我們就請你來調查真相 那要怎麼樣才知道是不是 那你要提供多些 關於你女兒的資料給我們 容衛今年應該多少歲 如果她還在生 今年二十五歲 那她有多高 就像你那樣上下高 一七六 那身體上有沒有甚麼特徵 就是說如果遮住她的臉 你可以憑她的身體哪個部分認得是她 她有個胎字 在左手的手肘那裡 其實這樣 我們現在也不能看到她還有沒有胎字 她現在只剩下鵬骨了 當然看不見 好, 太好了 由所有骨質增生情況 應該曾經跌斷過 大自然以為 我想問容衛小時候有沒有受過傷 你弟弟這麼白眼 不是這道傷就那道傷 我的意思是一些比較嚴重的傷 譬如跌斷過手手腳腳之類呢 她四歲那年就跟同村姐妹爬樹 她跌了下來就跌斷了手 我還帶她去跌大醫生 就敷了幾副藥 跌斷了什麼手 右手, 跌斷了右手 容衛有沒有什麼隨身物品 或者有紀念價值的東西 譬如一些飾物, 頸鏈, 手鏈 或者吊嘴之類 她下來香港投靠親戚的時候 我給她一隻肉老虎 她躺在身上僻邪 那你有沒有到親戚裡找過她 有, 不過那親戚說 阿慧下來那次去找她 她只是留她吃了一頓飯而已 都沒有留她過夜 還不知道她去哪裡了 我想再問兩句 她親戚叫我過主 這是什麼親戚? 你現在女兒失蹤了 她不幫忙找著她這樣的態度 我已經跟女兒說了 在鄉下就好 她又說在鄉下沒有發展 香港的機會多 來香港賺到很多錢 就可以回家 壞一間大屋, 讓我幸福 現在… 現在不知道怎麼幸福 那個人都死了 容衡, 你別這樣了 我們現在只是懷疑那個是你的女兒 我們還在懷疑著 我阿慧一定是出了事 她這麼孝順 她不會說不聯絡我的 阿Sir, 你有沒有做過人, 媽媽 你怎麼知道我的心情 容衡, 我們都明白你的心情 對了, 你有沒有那個親戚的地址 有 這個張太就是為了堂叔 他們倆住在紅磡做過邪子面當 謝謝容衡 我們要的資料差不多了 如果需要的話, 我再聯絡你 我拿傷情證來的 我妒忌, 明天要走 將來有什麼消息 你們真的要馬上聯絡我才好 一定會, 是容衡 我想和你做一個活體催症 拿容衡的DNA驗證 給法證那邊用 知道 看到了, Team Sir, Dr. Who 我們在鞋骨裡拿骨碎樣本 做了三次的DNA化驗 但由於有細菌 令到容衡的DNA變化了 所以我們檢查不到DNA 雖然我們手上有容衡的DNA 但是不能夠跟鞋骨做對比 也證明不到死者就是容衡的女兒容衡 還有一個方法 想不到在骨裡不能提出DNA 但是在牙齒裡就可以了 因為牙齒裡有胸腔 而包圍在外層的髮狼質 是世界上其中一種最堅硬的物質 只要在牙齒裡的胸腔保存也好 就有機會在裡面提出DNA 那就好 我們現在只知道 副鞋骨的高度和容衡一樣 還有右手都是斷光 但比對不到DNA 始終不能證實它就是容衡 雖然在牙齒裡提出DNA的時間 可能要久一點 但是我會叫那邊盡快 謝謝, 那我先走了 慢著, 我已經差不多走了 不如我送你回警署吧 不用了, 我自己截的士等 東西我會傳去的 還生光仔的事嗎 你認識光仔的事 那我要生氣還是生光仔跟你無關 不是, 我想讓光仔見識一下 見識到月份街 不是, 不得姑, 你幫這麼多東西清 這次也算是很失策 我承認是我失策 但是我之所以這樣做 我也是為了你 我是外屋及烏 即是有關我的事 好…我錯是我不對 那當給我一次機會好嗎 你也挺厲害的 道歉也打電話 怎麼樣?就是這個案子嗎? 其實在這裡說得挺對的 你看看, 只是一門之隔 就已經分開了生和死 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 姐姐, 我們一定要學會珍惜身邊的人 知道嗎? 即是吃都不如我分身 那現在可以聽聽我的解釋嗎? 說吧 其實經過這次光仔這件事 我就發覺我們之間真的欠缺溝通 所以從今天開始 我們必須多點見面、多點溝通 這些事就不會重複作出現 我只知道經過這次溝通 就發覺她相當無賴 雖然我無賴, 不過我很專一 沒有武器 武器就對了, 乖乖的要等我 我拿車到樓下打電話給你 你才下來, 好嗎? 快點 Tim Sir, 我們已經將在污水道找到 但無關的物品已經撇除了 剩下的都是懷疑和副鞋骨有關的物品 你們為什麼會覺得這幾件事 會和副鞋骨有關呢? 因為他們的腐化程度和鞋骨一樣 所以很有可能一起和屁股放在麻包袋 再扔進水道內 繼續 我們的證物有三樣 一, 是鞋骨身上 取得一條應該是三的拉鍊 還連著一塊布的標籤 和小小三的纖維 二, 是一折絲襪的襪頭 三, 是勾在絲襪裡面的一小字結他弦 那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這幾件事會和副鞋骨 一起放在麻包袋裡面呢? 這條拉鍊應該是死者穿著衣服上面的 至於那個絲襪呢 應該是用來勒死死者的 是嗎? 絲襪有彈性的 你以為用來勒死一個人 需要多長時間呢? 你以為會不會是兇手用絲襪 來綁住死者的雙手和死者的雙腳呢? 是呀 但是死者死了 不斷放在麻包袋裡就行了 為什麼還要綁住他呢? 其實入住鞋骨的麻包袋不是很大的 要放一個人進去, 真的很勉強 是呀 你們還記不記得一個人死了之後 絲襪是什麼時候出現? 人死了之後 半個小時至三個小時之內 眼皮之下我就會出現僵硬 而在六至十二個小時之後 就會逐漸全身僵硬 而這種絲襪的現象 會在死後十八至二十四個小時之後消失的 沒錯 但是如果兇手在死者死了之後六個小時 才處理屍體 那屍體就會出現絲襟的呈現 在這個時候 將屍體放在麻包袋裡 就會很困難 所以就要綁住他 然後才放在麻包袋裡? 沒錯 天Sir, 你真的很聰明 江仔, 你差點想到 差不多了 不要緊, 江仔 這個問題解釋了 還有另一個 這條結他線你又怎麼解釋? 這一點我們已經想到有一個可能性 我們還打算即場做一個實驗給你看 我們假設兇手在凡岸的現場 有很多這些剪斷了的結他線 兇手很匆忙地拿著絲襪 之前我們就假設對絲襪用來勒死死者 現在就當它用來綁住這條絲 然後一拖 那就是說兇手極有可能會彈結他的 Yvonne, 通知警方 叫他們留意這一點 好 還有, 你們看看 可不可以把這個雷尾上面的字還原 知道, Sir 行, 我問自己和人家不說 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不用拜託, 最重要是幫到你 不用審了 是不是張記帶電話來說他病了 不能回工? 厲害, 頭 慣性的, 有多難猜 一個星期兩次, 考碼這麼密 不是嗎? 進來不夠一個月, 發燒, 吐吐, 肚痛 連治癡都出來了, 這次搞哪科 這次有新意 精神科, 心理病 是嗎? 但不是他, 是菜頭 什麼菜頭 他那隻狗, 菜頭 所以賣回吳杜光 要陪他那隻狗去看手衣 離譜了 Madam… 你聽到了 張記者要怎麼看? 很過分 Madam, 你說是否要正視一下 Madam, 張太太和太太林愛已經來了 現在是後宮房 我現在過去 是, 還有什麼事? Madam, 我跟容嬸說過了 只是留她的女兒吃一頓飯 吃完飯, 她拍拖子又走了 我沒有收留她, 她也沒有在這裡過夜 是呀…我老婆說得對 我們也不知道她在哪裡 一場親戚 你不會問她去哪裡有什麼打算嗎? 她畢竟一個女孩下來 沒人沒什麼, 你們不擔心她嗎? 她這麼漂亮, 大阪男影 搶著照顧她吧, 我又來幹什麼 那就是說這兩年來 你們夫婦都沒有再聯絡過容蕙 也沒有見過她嗎? 那容蕙有沒有留下什麼給你們 或者說下什麼 沒有, 跟她又不熟 是嗎? Madam, 你幹什麼? 沒有, 想看看你老婆掩著什麼 這個不是容嬸送給容蕙的玉老虎 那是玉老虎為什麼會在這裡? 這些鏈嘴到處都可以賣 要不要我叫容嬸來看看她 什麼? 是阿維臨走的時候客氣送給我的 你說跟她不太熟 那為什麼她會把她媽媽送給 壁齊的老虎送給你? 你到底是偷還是搶, 你好說的 什麼?她沒有錢交租 拿這塊來抵押 要交租給你 那就是她不單在家裡吃過飯 還在這裡住過? 是, 她是在這裡住過 現在收租也犯法嗎? 收租就不犯法 不過我們現在調查一宗人頭失蹤案 而我們懷疑失蹤這個人 兩年前已經死了 這個人就是容蕙 現在我們有理由相信 你們兩個跟她的死有關 死了? 老婆, 你那次是不是大力了? 你說什麼?臭小子 小小叫殺衝撞一下 不太大力, 怎麼會死呢? 拿窩論, 找法證 我想我們要上山山去看家裡看看 知道 這裡也很混亂 食物是通樹放 豬皮、冬菇, 無啫無掩 連醬油也放在這裡 對了, 工具是四處放的 還有其他 很多塵 起碼有一、兩年沒有一個 今晚也沒有完善的 賣車的面貼叔叔、阿嬸 每天Band有, 好嗎? 丁丁, 出一張家庭搞錯 是 有些東西遮住 又用油蓋著, 有點不妥 掛浸油出來就知道有什麼事了 是 丁丁, 下格床發現有幾條 華爺頭髮的東西 謝謝 是人血, 看來這次我們收下也不錯 是 根據法定的報告 我們在你家穿在房張床上找到的頭髮 證明是容慧 你真是說容慧曾經在你家住過? 找到頭髮一定是她的,不許是我的 張太太,兒女的DNA 有一半是離似爸爸,一半是媽媽 只要在你家找到她的頭髮的DNA 有七對是跟容嬸的DNA一樣的 即是說,如果頭髮是你的 那你是容嬸的媽媽還是她的女兒? 還有,我們在容慧屍骨上找到結他 剛巧你家裡也有個結他 阿Sir,那個結他是我兒子的 他現在去了美國做廚 就放在這裡,鋪塵了 為什麼你的結他沒有完善? 他也不彈了 難道我還替他換了完善嗎? 每次說起容慧 你們夫妻也好像吞吞吐吐,諸多隱瞞 是不是做了什麼不見得關的事? 沒有…他不斷求我讓他住 我見他無家可歸,就讓他住在這裡 但是沒理由讓他白吃白住 就叫他幫忙做車仔麵 容慧是遲傷痴痴下來的 那就是請客公 你可不知道請客公是犯法嗎? 那在場上被屬容慧的血跡 你又怎麼解釋? 意外而已 意外殺了人嗎? 不是… 那是怎麼樣? 是這樣的,有一晚阿慧就發燒 我打算好心,大顆退燒藥 又給他吃 誰知道我老婆就衝進來了 她…她以為我跟她有路 那個臭丫頭一天到刻 就短癡癡的褲子走來走去 分明想勾引我老公 那天晚上還假裝病勾引他 我就火箭嚇打了他 火箭嚇打死了他嗎? 沒有…我打了他幾巴巴 他自己撞了牆壁 流了一點點血而已 他抓死了,不知道抓得多快 還罵我回頭,哪會這麼熱死 他沒有被打死,我們會繼續拆 但現在首先肯定的 就是你和你先生 要接受我們警方的拘留 你…李馬哥,這杯是核役 李馬哥,商量貨,麻煩你去貨 是那邊而已 那邊多人嘛,過主了,老伯 這倒不合規矩的,哥哥 你是不是阻礙了,信不信我打你 甚麼 你幹甚麼 老爺在這裡礙著 哥哥,我沒有礙著你 欺負你了,不久都不給商量貨 聽到老伯說了嗎? 客廁再客,貨廁才會載貨的 你這條西裝有你煩飯的 你知道我外面有很多兄弟嗎? 老伯,我看得出你兄弟多 是不是你的兄弟叫你用黑電梯來搬貨 太婆,不要跟他吵了 老爸,我不是跟他吵 我跟小朋友說道理而已 原來是兩兒子嘛,在這裡打龍通 假裝孝順的 是孝順的,不要讓老爸在這裡食塵 自己穿得身乾頸靈,孝順仔 黃飛,你說甚麼 你挖我兒子裝孝順 你真是這麼廣東,想不想跟你拼命 聰明,你幹甚麼呀?電梯,還不過來 你真是太棒了 看得出來 這些人也有一個人生分 老爸,沒事吧? 沒事… 你剛才這麼勞氣幹甚麼 跟這種臭小子從緣都失身分了 其實是你,實在失身分才好 我來找你吃午飯的 你夠了,可以走了嗎? 是呀,夠了,可以走了 怎麼樣?老爸,沒事吧? 沒事吧,小小便 這裡的工廠區人多,貨車多 空氣又骯髒 你這樣的年紀 哪有適合在這裡工作的? 是呀… 說不定你去一級化驗室 爸爸中族在哭,沒事不太好 我不是這個意思 職業無分貴賤 我是擔心你的身體 你知道,沒有東西吃了,很悶 那我可以陪你 多陪我,你不用上班嗎? 其實退休生活也可以很充實 譬如做義工,參加興趣班 如果你還是嫌悶,最多這樣 我請你去歐洲玩 歐洲?這麼遠? 坐飛機都坐幾個小時,一個不定的 這樣也懸遠嗎? 是呀? 那就去泰國吧 兩個多小時就最接近了 泰國好,天氣好,風氣好 東西又好吃,很適合你 對,很適合你的年輕人去 盲口、水房、運動 我這麼大年紀不適合 沒理由沒地方想去,你仔細想 是呀,真的有 我想著想回中山行下 回中山?你回中山幹什麼? 你知道了,我跟你媽媽 在香港寫著經營 從來沒返過去 說起來,真是掛著想念 不知道鄉下的地方有沒有改變呢? 既然你真的想回鄉下,那就回去走 好 我幫你安排了 爸爸,老頭,待會喝完茶之後 你第一時間回去辭職 不辭職就不能回鄉下,你想想 好,怕你怕你,好像不順利 三叔公,好 要不要買這麼多東西? 冬叔,蝦米,好 你不知道了,這裡整個行李 都是爸爸拿回鄉下 派給叔伯兄弟的手信 我看爸爸走來走去,一定會買漏東西 就一次過幫我買好了,配搭好了 讓我拿回鄉下派吧 又雲朗院又藥油 我醫生立場不太贊成病人 他一定會買成藥吃的 我跟他說過了,我還提醒他 一有什麼頭患身慶 就第一時間看醫生,不要拖 但他怎麼都說要帶藥在身上 才有安全感 有鼻無患,就順利他意 欣世伯終於都願意退休 就順利他意 不過現在看到你兩兒爺沒事 我真開心,終於患了姐姐的心願 那倒是,有時候的事真的要整定 如果不是Charlie的死 我想我和爸爸的結都不知何時才能解開 我也不知何時才能做我的孝順仔 Tim Sir,這個是顯影劑浸過衣服的標誌 得出來的結果 由於標誌是瘦落的東西 用的無線纖維 跟本身積成標誌的無線纖維是不同的 所以浸過顯影劑之後有不同的色彩 雖然不算很清晰 但也看到這件衣服的公司是叫大川 看這個標誌 它旁邊還貼著一些薄紗的布料 應該是後面拉鏈的絲絲子 這件衣服是死者生前穿的 如果找到這件衣服的來源 對核實死者的身份很有幫助 我們查過 叫大川的座山公司有三間 大川制服客服專家 發生那件衣服應該是透視露背妝 我這樣一間不用去 第二間大川製衣廠 五年前已經收拾了 即是第三間 大川舞台及表演服裝公司 你和Josie去一去 是,Madam 有沒有見過這件布料? 這件布料我們有 不過很多衣服都用過了 這隻色… 這隻色可能不對 因為被一些表演化我真的摘不過 那很難查看 麻煩你細心看一看 這條拉鏈是VKG 你們幸運了 這隻拉鏈我們只是進入過一季 每個客人都說不要用 之後我們也沒有再進入了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檢查到有什麼客人 用這隻拉鏈和布料做個衣服? 還有背夕拉鏈兼透視嗎? 行…我看看 應該是兩年前的 背夕拉鏈兼透視 有了…晚裝, 背夕拉鏈兼透視 應該是這間夜總會吧 Sir, 我們這場久不久都搞了主題活動 有什麼衣服沒做過, 是不是? 哪認得這麼多? 衣服你認不住?人你認得了吧 Sir, 你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我們懷疑他兩年前在這裡做過 兩年前?我在這裡做了一年半而已 說真的, 不想幫你 只不過你也知道 在我們這場裡 每天都有新女兒來 每天都有人走 哪有這麼清楚, 是不是? 你不認得不要緊 但他們的夜總會是合法娛樂場所 應該有親人的紀錄 麻煩你留下兩年前的人事紀錄給我們看 我真的不是不想幫你 幫來幫你沒問題 我也很想做個良好市民 我不想你們兩個都兇手走, 是不是? 只不過你也看到 我們這場剛好裝修好 東西弄得很暖 舊的記錄可能放在雜物房也不定 連一、二個也不定 你是不是想玩東西? 不是玩東西, Sir 我也想做個好市民警民合作 只不過你們也要給我時間找找才行 不如這樣, 找到了 我叫你們上來拿就更好, 是不是? 好, 我等你查 是呀, 到他查到的時候 就盡快聯絡我們 好 麻煩你 我怕你有點不妥 最差他不說我們, 沒他的符 我們每天打電話來犯他 他始終都要查些紀錄給我們 好 小姐, 你給我一點東西, 麻煩你 如果只想在這裡等著, 什麼可以做? 他抽洗一宗案子的料給我 好, 多看在做什麼逃緒 真的還沒走嗎? 你還沒走 我剛剛趕完報告, 我可以走了 但如果你還沒走的話 我在這裡陪你 不用了, 我可以走了 那就對了, 你時間教得剛剛好 什麼事? 替你看日出吧 不是吧?有時間也回家睡覺了 不是呀, 赤柱有個地方看日出很漂亮 我包你看完之後一定喜歡 來吧 平日工作得三更半夜累奶奶 回到家都是眼光光, 睡不著 是嗎? 你這個樣子好像很累 那算了, 不如下次再看吧 我現在載你回家吧 那倒不好, 其實我也不是很累 不過不如遇上天吧, 你說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總之你看完日出之後 包你賺不絕口 還有, 我每次看完日出之後 回去特別好睡, 你也一樣 佩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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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去吧 醒了嗎? 你知不知道今天天氣多清 剛才的日出多漂亮 不過你睡著就早就沒得看了 早上看得這麼開心 你不用叫我來陪你吧 我不是叫你來陪我 是我真的很想帶你來看 你呀, 這裡看得出來是很漂亮的 那你又不叫醒我? 我剛才看你睡得這麼軟 我不忍心叫醒你嘛 先生一件外套吧, 等著攝影 是我不對了, 那我先送你回去吧 喂?我現在馬上過來吧 幹甚麼? 不用送我回家了 請我來回夜總會吧 不過昨天火燭 來, 等等 怎麼樣? 暗火場的情況 起火源點應該是消費程度最高 我沒有, 只有你這裡 丁丁, 拿些磁鐵過來吧 是 你看 很小磁鐵 磁鐵應該是貼在雪櫃上的 當溫度去到攝氏五百度 就會到了一個所謂的距離點 會產生消磁座 所以那些磁鐵就會沒有吸引 所以雪櫃就掉下來 沒錯, 還有, 你們看那個燈膽 不是, 那個燈膽燒得變成型 這種燈膽要有攝氏五百度 或以上的溫度才會軟化 而它發脹的方向 就會向著最高溫的地方 就是這裡 沒錯, 所以我們認為 這裡就是起火源點 這裡應該是交商之旅的東西 副經理, 是 那些交商裡面裝甚麼 裝一些舊人士幾個資料的東西 這麼巧合? 我昨天問你, 你說不知道放在哪兒 你今天就燒了 大哥, 你以為我真的想這麼巧合嗎 現在是燒東西 甚麼貨單, 公卡, 全部都燒光了 你真是的 那你還學了你, 繁小藥 不用找資料給我們 那也是的 阿Man, 起火的原因是沒有的 那裡沒有電製位 也沒有電性的鋪設 應該不會有漏電 或是電線斷路以外而引起火警 我們在現場也找不到煙頭之類的東西 也排除了可能是有人吃煙 不小心留下火種 那就是有人衝意中火了 沒錯 Madam, 老闆神神 你真是勞力幫我拐那個人出來 大哥, 我們是納粹人, 是不是 你放心 如果真的有人衝意中火的話 我一定會找到她出來 Yvonne 我老公, 你等一下, 謝謝 謝謝, 我不用客氣 Yvonne嗎 Yvonne 你好, Yvonne Vivienne, 這麼巧 是呀, 約了黃山聊天 Simon, 王, 午餐也喝XO那個嗎 Vivienne, 你這麼好酒量 幫我照顧Chris 別說得我這麼差, 好嗎 不知道誰喝酒, 將來都頭疼呢 你這麼疼Chris 我做partner一定幫他多頂兩杯 不過要記住請吃飯 沒問題, 最重要是你上臉 三人很準時的 老婆, 我們先進去 你今天等我回來 好的 再見 再見 她很漂亮吧 她是Chris的律師樓的partner 有學識、有內涵, 又有生活品味 我不是說那個女人 我不是說她的手鏈真的很漂亮 白妹仔, 看不出你這麼識貨 她這條手鏈整條都是用水晶和珍珠做的 一萬多塊錢的, 走吧 老婆 老公 怎麼樣?很累嗎? 不是 想不想換個專業按摩手幫你鬆一下 不用了, 你做了整天的事你都累了 不如做些中樓睡好不好 這麼值得 小姐, 等我買的東西送給你 什麼? 看看就知道了 為什麼要為這條手鏈? 下午我叫你看著Vivian的手鏈的眼神 就知道你喜歡 謝謝老公 你花這麼多錢就想證明你沒有猜錯 怎麼會花錢呢? 最重要是這條手鏈就是襯得起你 來, 我幫你戴 謝謝 你的嘴巴這麼聰明 其實不應該只做劉契 做Barrister就行了 說起大律師, 你知道我今天見到誰嗎? Andy Leung 他怎麼會去香港、去英國的? 放假回來玩 對, 她老婆生了一對孖子, 真脆智 以前你不是說Andy兩個人很兇嗎? 做好爸爸之後, 餘胸都變了 像個慈父一樣 老公, 你是不是又想跟我說 生寶寶的事? 我們結婚之前不是說了不生的嗎? 你說了聽老婆說的 我怎麼會不聽你說呢? 最重要是你喜歡, 沒所謂 我先去看看 好 謝謝 天神, 你肯定這堆黑漆的東西 會找到資料嗎? Man, 你看 這張是葉溫畫回來的火場平面圖 而這塊東西 就是在起火的源頭採回來的 既然我們在現場找不到 中火的痕跡和證據 就希望它可以幫到我們 但是這堆東西燒得這麼厲害 理論上什麼子毛、纖維和皮舌 都已經破壞了 這只是表面的看法 這塊東西最外面那層應該是膠 因為受熱溶化 所以就包住裡面所有的東西 你看 果然有料到 什麼有料到? Tim Sir, 我所有手上的東西 已經做好了 有沒有其他東西要我幫忙? 你來得太遲了 這個尋寶遊戲完了 不過有件事要你幫忙 這個火機可能是兇徒用來中火的 還有可能兇徒中火的時候燙傷自己 所以連那個火機也等著 丁丁 你馬上拿那個火機給天拿驗一下 說不定找到兇徒的皮膚 提取到他的DNA 好的 謝謝 老闆, 菜頭現在有心理病 獸醫檢查的時候 我不可以跟他說再見 要不然他有個很強烈被人遺棄的感覺 好, 也要我每隔十分鐘 阿普要摸 又拿了狗的資料搜集 反而我們鞋骨的案件 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西哥龍錯案組 幫幫忙,我不可以不請教 陪賽頭的 雖然是狗,畢竟是生病,對不對? 長官 剛才有一間超級市場的經理打電話來 他說曾經見過頭骨重景圖裡的死者 這麼大件事? 我這樣不妨礙你了,長官 麻煩你立刻幫我簽一句,再見 何經理,既然你說見過死者 你可否提供多點關於死者的資料給我們 我基本上都不認識他 更加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不過前幾天我看了報紙 看見那張照片很熟口臉 長了兩年,為什麼你還會記得他? 因為他在偷藥物 他就是偷了一瓶溪藥水 原本我打算報警 誰知道後來有一群熟客 一直在求我,叫我不要報警 又說他們是好朋友 我打算不必搞這麼多事 他們肯賠錢,那就算了 那閉路電視應該都是他們的樣子 是就是,不過兩年前的帶子都花光了 那幫裘程的倆屬下 最近的帳目來說? 也有的 不,他們前兩天才來過 兩天前的閉路電視錄影帶 你還有嗎? 有 難道我記錯,沒理由看這麼久也沒有 不要緊,慢慢看 你公司又不只一部閉路電視 如果你真的累 不如洗個臉休息幾分鐘吧 那也不用了 Sir,Madam,是他 是 小姐,你自己贏了,謝謝 男人看見樣子,女人看不清楚 我認得那個女人 我認得她是絕首年 那天在麗花夜總會,我見過她 她是做私客的 我們懷疑那個死者是在麗花工作的 現在他們兩個也認識那個死者 而這個女人又在麗花工作的話 那肯定會有疑惑 那個夜總會經理 上次說自己做了一年半 甚麼都不知道 至於兩年前的員工資料也燒了 這次一個是現職員工 她是不可以再跟她說不清楚 知道,晶晶的 晶晶,是真名還是藝名? 她叫林晶晶 我來做的時候她已經在這裡做了 她今天上班了嗎? 我們有些事想找她談 她請了教 你有沒有這麼巧 我也想問你有沒有這麼巧 那天火燭完了 她就打電話回來說請假 我現在在煩要找人來頂她 知道有甚麼事請假嗎 Adam,你也知道你的女人了 久不久又說不舒服 一個月總是有幾天就… Sir,你會問這女人嗎 那你有她的地址嗎? 你別跟我說你又不知道 不知道,我一定會給你的,Sir 上次你們問完之後 你這段小的聲音了 對了,Sir,麻煩你們兩個有甚麼就快點問 不是一會三天不完兩天就走上來問問 我就真的命都還給你了 在這裡 甚麼事?西九龍重案組,是不是林晶晶? 我的事還會見過 你的地址是你的經理給我的 甚麼事? 我們是西九龍重案組 現在有一宗兇殺人案 想來問問你們的資料 兇殺人案?我們不知道是甚麼兇殺人案 不用這麼快說,不知道 會不會上去哪一個人? 不會,沒見過 有人認得這個女人兩年前 在超級市場偷東西 是你們倆幫他求情的 你不是這麼沒記性嗎? 是有件事,不過副相片也不像她 那她是甚麼人? 她是我朋友的朋友,很久沒聯絡 沒甚麼交情 我只是去超級市場遇到她 不用拘捕我吧? 那她叫甚麼名字? 馮小花 她沒有另一個名字 有甚麼名字叫容蕙? 我們通行 Sir,Madam,甚麼容蕙?我沒聽過 如果沒甚麼問題,請你倆快走 為甚麼這麼急想我們走? 現在我老婆不舒服,她不想被人騷擾 行嗎? 是你老婆不舒服,還是你看到我們緊張? 兩位,我也認識法律 她真的覺得我有問題 你就帶我回去吧 要想來我家查東西 麻煩你下次打電話吧 算了 不是,Madam,她的樣子有點不妥 擺明是古怪的 但我想出一樣東西 剛才有張照片 我懷疑她是她沒做的 那更加有可疑 當我證實了之後 到時候我就堂堂直接拿Win來搜她 怎麼樣?有結果了? 有了,過來看看 真是幸運 在烏水道浸泡兩年都可以檢驗DNA 這就是根據霞骨直牙 抽出來的DNA樣本 但做出來的淘寶分析很奇怪 這就是在張坦的家裡找到 從頭髮和血跡的融蕙DNA淘寶 跟牙齒是DNA淘寶一對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就是霞骨不是融蕙 我們一直以來的假設融蕙已經死了 但是DNA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假設是不成立的 那就是一開始我們的調查方向 已經是錯了 好,謝謝 怎麼樣? 那個打火機有了發現結果 有了結果,剛剛傳了過來 這個就是在夜總會火災現場 找到一個打火機 發現了人類的皮蝕 這個就是DNA圖譜 好,想要了嗎? 回回剛才融蕙那種DNA圖譜看 再跟火災現場找到的槽碟 居然一模一樣 融蕙根本還沒死 在夜總會放火的,是融蕙 對,是融蕙 it 為大家… 電眼中就搞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